第十八號颱風 大家早 第十八號颱風 中度颱風米塔正在逐漸接近當中 氣象局持續針對整個 東半部地區 還有南投台中以北地區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上午六點的時候 米塔颱風中心的位置大概是在宜蘭 南南東方400公里的海面上 預計未來它會 逐漸通過東北部的近海之後 再移動到台灣的北部海面 我們要提醒颱風在通過 東北部沿海的時候 南南是不排除路徑 南南有稍微往西偏的可能 氣象局會持續的注意 如果以這樣目前預測的路徑評估的話 今天白天一整天 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是颱風最為接近我們的時候 首先我們要提醒海面風浪的狀況 目前實際的觀測 在整個東半部沿海 已經有觀測到三到五米的浪高 當然今天白天之後 颱風越來越靠近 海面的風浪都會明顯的加大 沿海也會有比較強的陣風 我們要提醒大家 如果沒有必要 盡量不要前往海邊活動 至於在陸地的風力 從今天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我們預計各個沿海空曠的地方 還有外島都會有比較強的陣風 像現在藍雨已經觀測到 16級的陣風了 在花東的沿岸也有 9到10級的強陣風 預計呢 今天下半天之後 尤其是在距離颱風中心比較靠近的 宜蘭還有北部地區 風力的狀況在下午過後到陸夜 都會再明顯的增強 所以我們要提醒北台灣的朋友 外出要特別注意戶外活動的安全 至於在降雨的部分 如同我們先前提醒的 今天一整天一直到明天清晨 是颱風整個降雨陰險最顯著的時段 我們預計在今天上午 整個北部宜蘭花蓮 就會有間歇性一陣一陣的雨勢進來 另外像在台東還有中南部的山區 也會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而今天下午到陸夜之後 可以看到在宜蘭還有北部地區的降雨 雨勢會明顯的增大 另外其他的地方包含中南部的山區 跟台東也會有一些震雨的情況出現 預計在明天清晨的時候 中部以北 尤其是北部地區還有中部的山區 跟南部的山區 還是會有局部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要到明天白天之後 各地的雨勢才有趨緩的這個情況 所以以這樣子 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來說 氣象局目前發布的豪雨特報 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除了在彰化以南的平地 相對來說雨量比較少之外 其他各地都有局部大雨出現的可能 另外呢在大台北地區 宜蘭地區還有台中以北的山區 跟花蓮的山區會有局部的豪雨 尤其宜蘭地區 新北山區跟桃園的山區 會有局部的大豪雨 那這兩天也正好是大潮的期間 我們還是要提醒沿海低蛙的朋友 如果雨勢來得又急又快 雨水可能比較不容易宣洩 會有一些積淹水的情況 請大家要多留意 最後提醒大家 颱風從今天下半天之後 一直到明天清晨 陸續的在接近我們跟影響當中 尤其北台灣風雨在下半天過後 都會逐漸明顯的加大 請大家隨時注意氣象局發布的相關訊息 做好及早的準備 以上是這一節的動態說明